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一页 这样就能够针对病情 这也是原始点一路从实作 发展到诊疗合一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 进一步再发展到变疾病轻重 然后临床上 这样就可以针对病情 来改善我们体伤跟热能不足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这样也就是当你有疾病的时候 因为你已经把他疾病的轻重 已经分清楚了 那就可以针对他的病情 该按推的按推 该热源的热源 那这样就可以加速疗异疾病 即便患者已经是很重病了 你还是可以让他转为为安 那如果无病的时候 无病可以强生啊 因为体力就增强了嘛 身体就比更健康了嘛 然后身体好了 自然就可以征受 也就是我们说的抗老征受 还可以延缓衰老 增加寿命 预防疾病 类似这样 这样就可以使中医的 我们之前讲的 固本培缘 及上公自卫病的保健养生观念 不再是难以契集的梦想 因为中医如果说光温补药 说是固本培缘 当然学派很多啦 有金方派也有温病学派 甚至还后来的火神派 这一系列的说法 他们的用药 或许都还是有差别 但固本培缘 谈的就是把体质改善好 那光改善体质 如果说是 中医把它列为养生观念 那原始点它的看法是 医疗跟保健一定要并用 你才有办法达到体伤跟热能不足的修复 这样才可以达到固本培缘 那固本培缘这一个也是比较 算是抽象的概念 那如何把概念理论性的 落实到临床 然后完全能够应用出来 这个就是在前面我们讲的 原始点 它的诊疗合一 还有在此基础上 发展出变疾病轻重 那这样就可以完全落实了 那还有上公自卫病 上公自卫病 在中医里面谈的 在黄帝内经里面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这个当然是 如果以现在西医就是预防医学了 但是这个概念 怎么落实到临床 重点在大家都想做上公啊 没有原始点 大部分在中医里面 还是把它当作保健养生的概念 也就是你没有病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 要运动啊 要喝姜汤啊 要怎么样 种种 但是问题来了 你真的要谈自卫病的时候 你不知道它的体伤位置 你怎么治疗 那你所有的治疗都是全身性的 包括运动也是全身性的 喝 吃很多中药 改善体质也是全身性的 那就没有办法直达体伤位置了 所以原始点又提出一个概念 真正如果这样做保健养生的概念 要达到自卫病 还是有一定的难处 所以最直接的就是用原始点的 诊疗合一方法 也就是你一条脊椎七处 哪里有压痛点 你把它找出来就可以确定 此部位必有体伤 那有体伤把压痛点解决了 那体伤就修复了 那修复了 自然就可以达到自卫病 所以这些早期的雾本培源也好 或上工自卫病的保健养生观念也好 它这个是好像都只有说 谈到要落实的时候就有困难 那这个 这一部分原始点已经把它解决了 好 所以我们看继续看下页 那另外再提的就是原始点 它在按推跟热源应用上的 突破与创新 所以才能够波云见日 明了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及热能不足所致 在按推我们也有说过 从早期 就是找出一条脊椎七处原始点 按推原始痛点 那发现按推 有时候是不能解症的 那这个就是属患处体伤哦 患处体伤那你还是要在周围 患处周围找出压痛点 来按推患处痛点 来达到 这个也是原始点一路在发展上 不断的创新 从按推原始痛点 到按推患处痛点 同样热源的应用上 也是不断的突破跟创新 早期的生汤 到后来的姜汤 还有姜汤的外内热源 甚至更多的应用到 比如说电热器啊 电毯啊 远红外线啊 软贴这一些外热源的 都不断的 现有从生活中 就把它应用到 这个改善体质来 那也知道 这些所有疾病 都是因为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那这样我们原始点 有了这样的实证基础的时候 理论才能够进一步发挥 但也因为是这样 就能够看清中医的很多问题了 好 我们进一步来讲 他从做出的案例中 就可以证实了 中医还有一些误区 我们看下页 从生活中落实到生活 那原始点以医疗保健之言 这样就能够很容易的 做出很多案例 那从这些案例 我们进一步证实了 原来疾病之因 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这才是体质啊 而不是热向症状 代表就是体质 症状不等同于体质 症状是果 体质是因 那热向症状 不代表体质的含热哦 含热 体质在原始点里面 它只有热能不足 所以如果它有热向症状 你只要温补了 它热能够 然后体伤也帮它按推也修复了 它自然就解决了 也就没有所谓的热向症状 热向症状就有热向症状 我说错 有热向症状 但没有热性体质 不能用含良药 想把这个热向症状来解决 如果你这样用 就代表你把这个症状 热向症状当作热性体质 再治疗 那就有一点将果作因 我们前面讲 这个已经确定了 这是行不通的 那这样 我们因为可以进一步证实 热向的症状 也就是果不等同于因 那有了这样的基础 哇 所有理论都变得很简化 可以完全简化 也就是照我们的外治法 如果是轻重症 那就是利用中医的经络理论 中医也可以这样应用 就是可以以针刺穴位 来解决这些轻重症的病症 以经络理论 那如果它比较偏向 重病的方面 还有一些疾病 那你要透过四诊心法 来辨证论治 进一步来如何应用中医 那这样一针热就三诱药 什么时机用 也跟原始点的 变体伤位置 还有变疾病轻重 完全可以结合 那就可以完全把 这些中医很繁复的理论 大家别看啦 那个经络理论虽然四个字 但整个的发展理论 那个读起来背起来 还是蛮累人 光你看中医的经络理论 十四条还有三四百个穴位 要把它背起来就不容易 然后四诊心法 后面的辨证论治 还有各种 哦 延伸 那这个是很繁复的 哦 那一针二就三用药经过这样 也就都打破了格局 原来 在原始点它的看法就是 一针二就三用药 原来是要并用的 譬如说一针 就等同于原始点的按推压痛点 那钩跟药 简单的讲就是外内热源 那这样就可以说得通了 那这个不能独立 绝对不能说 我是针灸科 我是内科 中医绝对不能分科的 中医如果一分科 就走向西医了 就不能得到 把体伤跟热能不足 同时改善 这这个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要同时把体质改善 一定是医疗跟保健是要并用的 简单的讲 所以 我们得出的就是 从原始点这样一路 把医学简化之后 那中医的这些很繁复的理论 还有治疗方法 都可以得到一个很系统 高度整合的 简化的一个医学 那对中医的创新是有帮助的 中医在大陆非常得到政府的支持 不像中医在台湾 政府力道都支持的力道不够大 那中医在大陆一直支持的他们的发展 中医的发展 但如果要达到创新 没有借助原始点 我认为是很难的 那么多的经 从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一路下来 各历代的说法各有不同 当然理解上大家也会有不一样 那如何把它统一 甚至更快速的 把一些 纯理论把它简化 这是有必要的 为了当上中医师 我也就是读了很多 背了很多中医的经典 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虽然考过中医师之后 在临床上应用这些经典方面 就发现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比如你读了那么多书 那么多的理论 到最后把这些理论 化为临床可以实际操作的方法 实际上 实不得已啊 读了十分 真正能应用出来的 可能连一分都不到 我相信很多中医师 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那原始点把它简化 因为它是做出来 理论是在这个基础上 才慢慢补充进去 包括诊断也是这样 那就变成能够做到 而且又能说到 那从诊断也能够说到而做到 就是视理如一啊 没有什么分别的 那这样对中医 就可以进一步的提升 所以这个创新我认为 中医如果要有大有作为的话 这个创新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如果这么大的 可以说中医的资料那么多 它是一个资产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这些资产 文化资产不能够为临床所用 那何尝又不是一种包袱呢 所以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所以这样如果能够照原始点这样 哇 那就可以进行 前面的简化与改良 让中医可以再一次的怎么样 脱胎换 而且可以进展到诊疗合一啊 不是辨证之后再来论如何治疗 不是 它就直接到诊疗合一 然后也可以进一步的 把这些药或侵入性的 比如说中药方面 很多人 人民 民间他要用中药都要中医师 开处方签 还是蛮 还是有受限的 我认为医学应该是 最好是没有门槛的 民众在日常生活中 他就可以得到照顾 所以中药 我认为如果能够了解 不要 如果知道它的药性 它如何怎么善用 只要取它的温热药性 那这样中药就可以 大量普遍的让民间用了 也不要说一定是医师 才能处方 民间才可以用 比如时间大补 这些都是民众很容易买到的方 这些平常比维他命ABCD 都还可以补身体啊 那这个是很容易普及的 但它因为是药 有时候还要经过医师的处方 所以就有猪这样的不便 那如果以原始点来看 那就更简单了 原始点它只有鼓励喝姜汤 那饮食呢 如果一般的食物就是鼓励大家用比较 比如说姜啊 辣椒啊 胡椒啊 加里 之类的调味料 来熬煮 让这些菜的药性 蔬菜也好 肉类也好 这些经过煮过的 它的药性就会变得更温热 那对身体当然更有帮助 然后侵入性的民众也不能用 譬如你拿针要吃穴味 那个只有医师才能做啊 那民众怎么办 所以民众如果能够知道原始点 那他就不用有这种困惑了 哪里有病他只要自己按一按 如果自己按不到 就叫人家帮你按一下 譬如背后脊椎两侧 那按一按就可以解决了 这样多简单啊 而且完全可以把医学生活化 那生活化的好处就是 全民皆一啊 每个人都是医生了 那这样医学不就 不就大家都可以生命 健康自我做主了吗 也不会像现在的病毒 都要医院 结果医院因为病人一多 整个医疗体系又崩垮了 医护人员都不够用了 这个代表我们的医学是有问题的 如果是全民皆一 你平常就告诉他 如何从日常生活中 就能够得到正确的一些 处理观念 治疗观念 民众是不会害怕的 然后他也不懂 不但能够知道 他没有病的时候平常要做什么 那有病的时候 他更知道我怎么来处理他 这才是真正的医学 所以如果要容易普及的话 那我认为就是生活法 没有其他 那原始点认为热源 如果民众有被现在的医疗法所限 那原始点是最好的 原始点鼓励大家就是 从饮食上下功夫 多吃一些温热性食物 然后平常可以喝姜汤 类似这样 那如果有病 就也是看原始点的一条脊椎剂七处 然后找出这些痛点来 那自然很多疾病就可以得到改善了 这才是原始点认为应该走的路 如果中医也能够这样简化 那中医他的普及力就更高了 那在发展上 这个绝对是有利的 那要不然如何鼓励中医走向民间 就是要这样走才能够走向民间啊 好 那我们这一段 就帮大家解释到这里 我们再来进一步看下一段 总之古典中医 西医强调的人体本有的正气或自愈力 如果说过去因缺乏有效的操作方法 以致福建被医学界所淡忘 转而极力外求医器检查 以及药物功效与手术疗效 所以使诊断与治疗变得更加复杂 那么原始点诊疗合一 与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 终于可为此提供一套 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来提升正气 激发自愈力 使身体快速恢复正常运作功能 从而达到有病可疏于疾病 无病可抗老增瘦预防疾病 所以原始点医学真正代表了古典中医西医智慧的精髓 更是对人类医学发展由博反约化繁为简的大胆探索 以促使医学能走出医院进入家庭落实于生活中 我们再来看这一段 这里做一个总结 也就是从前面这样一路谈下来 中医西医强调的 不管是人体有的本有的正气 或是早期西医的自然力 也就是自愈力诸如此类的 如果说这些要让它正气足或自愈力提升 如果是缺少有效的操作方法 而不能落实的话 然后开始引起医学界的另外一种思维 转而从果治病了 不再从体质下手了 那这样导致怎么样 外求仪器检查 其实我们身体有症状 从症跟状 它是可感可见的 你就可以从果推因啊 从因治病 本来是很简单的 但因为不把这个厘清了 反而外求了 外求仪器来检查 那仪器检查出来的 凡看得到的都是果 疾病之因 体伤跟热能不足 是不可能靠仪器检查出来的啊 所以这样外求之后 还有不断的要求医 那个药物的新药种种 你看这一次新冠病毒 又有一些疫苗在研发了 那大量的人力投入进去 其实效果是很少的 效果少 但花的力气太大了 这个都是从标下手 不是从本下手 这个蛮可惜的 那也就是极力歪求药物的功效 还有甚至如果药物解决不了 就从手术下手 把原本医学你看 从外内热源 然后按推就能解决的 本来是可以很容易操作的 就变得很复杂了 那这样的诊断跟治疗 让民众望而生畏啊 然后每次做的诊断 那光那些检查 就要耗掉民众很多的金钱跟时间 那治疗上也是变得 甚至有一些侵入性破坏性 风险就加大 那又不一定能够把症状解决 很可惜的 所以这个就是 在之前有了这么好的概念 但因为没有一套 能够落实有效的 收到做到的方法 所以就把这个医学搞得更加复杂了 那我们来看下一页 那原始点它前面有说过了 它是诊疗合一的保健医疗方法 它的保健是属治疗 医疗也是属治疗 比如原始点的按推压痛点属治疗 那保健譬如外面热源 甚至到运动 充分休息良好心态 这都是保健的方法 那原始点是保健跟医疗是并用的 所以 这样直接就写出来 保健医疗方法的诞生 终于可提供 为此提供一套简易而有效的操作方法 也就是当时候把它复杂了 包括中医我也认为有复杂之险 你看它的经过十四条 还有三四百个穴位 原始点已经把它简化到 一条脊椎七处 而且处理的效果 甚至比原来的更好 所以医学是可以简化的 简化而让民众很快就能应用 所以中药也是几百位 背都背不完 同样的道理 那原始点把它简化 知道温热性的就有效 那姜当然就有效 那同样的中药也有很多温热性 你以此理来类推 那中药你要用什么药 在这样的理论下 民众也可以使用中药 只是民众使用中药 会被医疗法规所限制 所以推广就更不容易了 是这样来的 那有了这样简单的操作方法 就可以使我们身体 体伤热能不足修复得很快 身体就可以恢复正常 从而达到有病可以快速疗异疾病 没有病也可以平常用来延缓衰老 增加寿命预防疾病之类 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这里就做结论 所以原始点 它反而是跟古典的中医西医的智慧精髓 是一致的 都是强调怎么样把人体的自医力提升 正气加强 就是在谈这一类 那这一套的医学 跟前面的又更不一样的是 更对人类医学发展 医学发展是越来理论都越多 慢慢增加 西医也是一样 又发现了什么病 这个病应该是怎么样 包括这一次病毒 又讲了很多的理论出来了 新冠病毒 那又有什么变种的 越讲越繁复杂 那原始点恰恰相反 它对医学发展是由博反约 把它讲得很简化 把很繁复的都化繁为简 所以这个医学 刚好跟我们中医西医的发展 刚好是有一点逆向式的思维了 也就是它们越发展理论是越来越多 那原始点它的理论是怎么样 由复杂的这一套复杂的 然后把它简化到 几句话 甚至几个动作就可以做得出来 那这个 这样大胆的探索跟尝试 是医学上很难想象的 这也是就是原始点它的发展 确实是自己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 那为什么要这样走呢 因为最重要就是在下一句 它为了促使医学怎么样 不是只有一些专业医师才能使用 而是让这些医学能够平民化 所以它应该要怎么样 医学本来就不应该高不可及 好像只有少数人 人垄断了 医学是要解决我们身体 民众应该要具备有这样的人力才对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这样把繁复的变成很容易的 把这些医学 让民众能够很快就医学医用 那这样医学才能走出医院 进入一般的家庭 那在生活中你只要有病 你在生活中也可以找到乐园 也可以找到人家帮你按推 甚至自己就可以自救 左脚啊哪里有 可以顶着那些痛点来按 还是有效的 那如果没有病 你把这样的健康概念 在生活中落实 你也可以达到延缓衰老 增长寿命 然后使疾病消灭于无形 达到自慰病的目的 这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原始点我认为 如果要让医学普及化 真的是要做到这样 来保障所有民众的健康 那医学应该是无私的 无私的就是平等的 就不应该是只有少数人能做 好像只有很专业的人才能做 那就变资源垄断了 这个不对的 应该是要让民众 懂得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体 然后在生活就可以得到答案 简单讲就是医学生活化 而不是医学背离了生活 好像从生活不能解决我们的健康 所以一定要去找医学很复杂的仪器来检查 还有很破坏性的治疗 来显示医学的不同 好像解决疾病就是有这么大的困难 应该医学不是这样 那原始点一直在这里努力 就是从推广下就是要把它平等化 普遍化 普及化 然后让民众容易理解 然后得到病也不会恐慌 譬如这一次新冠病毒 我这里不断的强调 疫苗即便你研发出来 要解决这一个难题是不大可能 然后有人又说变种的 也可能疫苗都无效 那现在甚至还有人在提到 我看到最新的资料就是 辉瑞他们说有效力打疫苗 能保护身体的有效力达95% 甚至也有人提出看法 这种统计他们的统计是有问题的 真正能达到保护的 可能只有29% 类似这样的说法 那不管他们争讨的是对是错 我认为既然已经花了那么多的研发能力 让医学只能在少数人使用上 那民众好像就苦苦的在等待着疫苗的出来 然后有效力到底多高 其实各说各话也不知道 好啦即便有95% 那问题你还是要等待啊 还要花很多时间啊 然后打了还有那么多的副作用啊 比如我们之前提的 还会让人家疲惫啊 疲倦啊 肌肉疼痛啊 头痛啊 关节痛啊 甚至身体发冷啊 类似这样的问题出现 那搞得太复杂了 那原始点不是 你平常你疫病毒正在传染 你只要知道正气主则邪不可干 然后还有西医早期的观念 自然力本来就可以疗医所有的疾病 那如何把自然力也就是自医力提升 把这些正气提升就可以解决了嘛 那怎么落实原始点都交了嘛 如何达到自慰病 就是你在一条脊椎七处找出痛点来 压痛点 那就确定它那里有体伤 你先把体伤解决了 即便有病毒来感染 你也不会有怎么样啊 因为有病邪 但是你正气主 它不可能就让你产生火 不可能的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 古典中医西医的智慧啊 那现在人反而 因为不能有一套早期 不能把这些体质这些特点 落实到生活 所以花了很多精力在探讨这个 尤其西医 这个可能会变得 让民众更加恐慌恐惧 然后很多健康也得不到保障 这个是我看到的 现在医学整个算是畸形的发展吧 所以如果要让人类的 人民能够掌握自己的健康自主权 那这个医学应该不是要把它复杂化 繁复化 而是应该怎么样 更简单 然后回归到早期的 也就返谱归真 回到早期我们说的体质 那这样让民众大部分都能懂得 怎么来保护自己 这才是最好的医学 也就医学平民化 生活化是必要的 好 我们进一步 再来继续看下一个单元